各位亲爱的家人,大家好! 非常高兴今天又再次来到我们打开心灵的琐事,分享今天的讲题。 后学,首先感谢天师的庙集大地恩者,老苏牛慈悲, 苏牛前的领导、副领导以及各位老师苦心栽培, 让后学今天能够来分享今天的讲题, 从我们题目上,我们可以借由欣赏这个讲题的一个主轴, 我们来探讨今天的讲题,前面是由欣赏两个字, 后面也有两个字叫快乐,中间则是由就是两个文字搭起其中的桥梁, 是一般来说是就有肯定的意思,加上一个就, 就是就是非常肯定的意思, 经由这样的肯定的意味呢,就把这个欣赏跟快乐画上一个等号, 在著名的作家,也是一位电台主持人罗兰女士, 她就曾经写了一篇文章,其中文章的题目也就叫做欣赏就是快乐, 其中就探讨出自己的一个经验, 然后领悟出其中欣赏和快乐的一个关系, 这文章写得很好, 也因此呢,被收到我们国文科教科书的一个教材课文当中, 如果有兴趣的家人,也可以这样一个题目, 来透过文章的一个赏息, 能够进一步来了解其中的一个意义, 那今天就由后学来介绍今天的一个我们讲题, 首先来看什么叫做欣赏, 那欣赏呢,从字面的意义来看, 后学以前在我们读我们国文科科目的时候, 如果是读到唐诗三百首, 凡诗举诗文,赏文等等, 往往在这个文章的后面会有一段叫做赏息, 什么叫赏息, 就能够欣赏来分析其中这个课文所带给我们的意思, 透过过程作者的一个分享, 探讨当时的环境背景, 还有我们作者他的出身, 他的环境的一个变化, 来诠释这样一个诗词的一个境界, 意境, 那这个赏字呢, 它很有意思, 赏字的下面呢, 它有一个背字, 背字呢, 在古时候, 在文字刚开始的时候, 还属于蛮荒的时代, 人跟人在交流的时候, 往往就必须透过货币, 但是呢, 当时没有货币, 就透过背壳来做一个交易的一个动作, 所以这个背字呢, 在古时候就有这个钱财的意味, 隐身呢, 就有这个价值的一个, 一个境界存在, 那因此这个赏字的上, 上面有一个上字, 下面有个背字, 也就是说,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, 透过一个欣赏的一个层面, 非常欣然接受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东西, 透过欣赏, 能够欣赏出其中的一个价值, 这就是我们欣赏的一个本意, 所以后学就简单将它, 透过文字的一个叙述呢, 然后做一个诠释, 如果能够发现其中奥妙的一个地方, 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能够达到, 豁然开朗的一个境界, 让内心流露出非常关于的心情, 能脸上又露出一丝一毫的微笑, 这就是我们欣赏所带给我们的本意, 举凡许多有关于欣赏角度的, 一个探讨, 往往许多就有关于文学的一个欣赏, 关于艺术的欣赏, 音乐、戏剧、书法、古语、 语气、陶词等等, 很多都有这种欣赏艺术层面的一个展现, 那也透过这样子呢, 我们这个欣赏也可以偷由观赏、 见赏、赏万、玩赏、赏识等等, 来让我们自己的意境能够加以提升, 这个欣赏的一个本意, 好,接着我们就来看到, 也有人可以这样解释, 透过比较简单的分享, 让一般人能够了解在其中, 比较能够填显的一个意识, 欣赏又可以看成享受美好的一事物, 凌略其中的一个趣味, 比如说我们常常就讲到欣赏风景, 如同今天后学一路从自己家中, 来到我们基金会佛堂这边, 一路上有很多风景, 行行行客客, 可以看到很多的人、事物等等, 那这是一路一场的, 一路一路, 沿途一路一场的一个风景, 在晋朝陶渊明, 田云诗人呢, 他有做几首的诗, 其中就有两首, 其中有一首提到了, 其文共欣赏, 一意相与稀, 能够能够去发现欣赏一篇非常奇妙的文章, 又能够一起来透过这样欣赏的层面, 了解其中的一个意义, 又能透过这个意义的分享, 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, 疑问等等, 然后能够来分析探讨,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这就是欣赏一般的一个理解, 那也可以透过一个认同, 或是满意别人的能力, 长处等等, 这藉由人的一个角度来探讨, 欣赏这个角度, 比如说, 某某前前, 他就名字叫快乐, 那快乐前前呢, 他学习非常认真, 态度非常诚恳, 能力又非常强, 因此呢, 老师就很欣赏他, 这样也可以解释得过去, 所以举凡欣赏呢, 一般来说就可以解释人, 对这个外在的人、事、物, 还有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欣赏, 透过这样欣赏, 又可以让别人来欣赏我们自己, 但是, 如果都没有人欣赏, 怎么办呢? 我们等一下也有这样子的安排, 好, 拭目以待, 好, 接着呢, 什么要叫做快乐呢? 快乐一般来说, 就一般大家都熟了, 非常耳熟能详的, 就非常高兴, 非常康乐的一个状态, 心里非常愉悦, 欢乐的一个状态, 最经常遇到的就是, 比如说, 我们某某人遇到了生日的时候, 大家就一同, 祝您生日快乐, 祝您生日快乐, 可能就这样非常快乐的度过那一天, 非常的开心, 而且非常自在, 那这个快乐呢, 一般我们又可以分成几个层面来探讨, 比如说, 快乐有短暂的快乐, 有这个长久的快乐, 而今天我们来到佛堂, 一般我们就向往那种, 法喜充满的快乐, 能够将来回到礼天, 万八逍遥自在的快乐, 这就是一种长久的快乐, 那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假象的快乐, 跟真正的一个快乐, 比如说表面的快乐, 它往往都是比较表层, 比较假象的快乐, 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内心, 心性的一个提升, 这往往是一个从由内心, 烂烂发出来, 展现在外在的一个形式表现, 这往往可以探讨出, 其中的一个真快乐, 是一种内在, 内心自在的快乐, 那以此来说, 我们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快乐呢, 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, 比如说由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角度, 来欣赏一件事物, 当我们在欣赏事物的时候, 人或是情境的时候呢, 常常就会感到这个愉快跟满足, 这是透过我们感受的一个欣赏角度来探讨, 那这一种的欣赏呢, 可能是对一个美丽的一个东西, 的一个感知, 对某某人的一个才华的一个敬佩, 也可能就是对这种智慧的一个赞叹, 也可能是对我们生活上, 微小美好的一个感激, 这就是一种感受角度来欣赏, 那这一些感受所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满足呢, 它就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快乐, 那另外呢, 又可以透过另一种角度, 就是透过我们心态上的一个角度来欣赏, 如果是一个懂得欣赏的人, 意味着我们能够非常的积极, 积极地来看待生活中的一个种种的事物, 举凡这种积极的态度呢, 更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乐观, 更加的开放地面对挑战跟困难, 进一步能够增进我们心理抗压的能力, 使我们更有可能获得这种长期的一个幸福感, 因此呢, 不仅仅我们需要短暂的愉悦跟满足, 我们更需要这种长久的快乐, 长久的快乐, 那也因此呢, 既然要透过学习才能够得到这种欣赏, 在今成的那种快乐呢, 后学就联想到我们孔老夫子的一段话, 举凡所有读过我们孔老夫子的这些文章等等, 一定都读过《论语》这一部, 那《论语》里面呢, 最重要也是一般人一定会读到的, 就我们学而篇第一章, 其中孔老夫子就这么讲, 只曰, 那这个再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呢, 有一次, 有一位大学教授, 这一位大学教授非常的有名, 非常知名, 所以在他课堂上呢, 基本上就人满为患, 基本上坐无虚席, 就连那个角落站着的同学, 都是这样站着整整齐齐, 都没有一个空间, 很厉害的一位教授, 这教授呢, 非常的会讲课, 有一次, 他在课堂就问了在场的这些学生们, 就问了说, 子曰, 学而时习之, 无以悦乎, 怎么解释? 这学生呢, 在座近百人, 听了这教授这样一段话, 就非常的怀疑, 今天教授是哪里不对劲, 怎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, 把他们当成什么了, 居然就没有人敢回答, 一个人都没有, 那这教授呢, 他就进入又再一次强调, 今天绝对没有陷阱, 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, 就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, 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细心安抚之后呢, 果然, 就一个同学, 他特别勇严, 马上举手, 举手之后呢, 他就勇于发言, 就跟教授这样回答, 一个人能够经由学习, 时常的学习, 然后能够反反复来复习, 练习, 那这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? 说得很有道理, 教授就这样问, 那在场的各位同学们, 认同这样说法的, 请举手, 举手, 学习们, 你们在学习之后呢, 每次都要遇到这个期中考, 期末考, 那反反目的练习, 你们在考试之前, 就非常的快乐吗? 这时候, 很神奇的是, 教室里面就鸦犬无声, 就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, 于是教授的语众心肠的时候,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, 要能够深入去探讨, 深入探讨其中的意思, 那今天呢, 后学就简单也来分享这一段, 子曰, 学而时期, 不以悦乎, 其实呢, 这可以从字面上来探讨, 透过心肠的角度来看, 其中呢, 这边有一个时字, 时字呢, 可以当成时间, 也可以当成时常, 平常的意思, 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, 能够时常的来复习, 练习, 而能够养成一个习惯, 而又能够活用在生活当中, 让它能够实践出来, 学以自用, 这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吗? 这样解释是比较完整一点, 的确, 当时的教授他大致上就是这么形容, 那在场的各位同学们呢, 就听完这一系的分享之后呢, 也觉得是, 的确是这个样子, 因此呢, 如果我们把它仔细地去分享, 分析, 欣赏我们的文章, 文学之中的意境, 如果又能够透过哲学意涵的一个深入探讨呢, 相对的, 我们的境界提升的越高, 所得到快乐, 所得到满足, 也就更加的深厚, 更加深厚, 那下一句呢, 又提到了, 有朋自远方来, 不亦乐乎, 如果有一个朋友, 他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来, 来看我们, 来探望我们,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的确, 从字面上这样来看, 的确是这样, 那为什么这位朋友会打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们呢? 一定是我们有值得这位朋友欣赏的地方, 而这位朋友也因为我们能够欣赏他, 而能够让他来到我们家, 不然我们就把它聚在门外了, 对不对? 也因此, 透过彼此的欣赏, 能够欣赏这个朋友的好, 而朋友呢, 也能够欣赏到我们自己的好, 因此呢, 这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,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句, 人不知而不运, 不亦君子乎, 这又怎么解释呢? 万一, 别人都不认识我们, 不知道我们, 不知道我们的好, 而我们又能够不生气, 心里不会感到不愉快, 不平衡, 这不就是一个君子吗? 不就是一个有得的君子吗? 嘿, 的确是这样子, 有时候我们在修半道的过程当中, 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, 我们可能每天, 哇, 非常的辛苦, 不但工作都要顾, 而且圣事、佛事也都要兼顾, 就拿后期来说, 有时候可能就是, 从某个佛堂讲完课, 又要马上到某个佛堂去讲课, 中间路途的一个奔波, 其实不在话下, 万一遇到了大风大雨, 突然间, 突然间下了大雨, 怎么办? 嘿, 只能一路寇求仙佛慈悲, 让这个雨能够缓和下来, 当别人不知道我们的时候呢, 我们还能够心悦诚服的来去, 来讲这一堂课, 来去完成我们这项使命, 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这是一种透过欣赏自己, 即使是生长在森林里面, 生长在幽谷里面的兰花, 也不会因为别人不欣赏它, 而不会占放出它芬芳的味道, 这是一个有德君子, 所应该呈现的一个境界, 那也因此呢, 学识即知是透过心长的角度来诠释的话, 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有很多奥妙的一个境界, 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? 接着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一段, 只曰学而实习之, 难道就只有字面这样的意思吗? 我们可以在均有每一个字的一个探讨, 其中的文化背景, 是不是也有更深的一些体悟呢? 我们就来看几个关键字, 后学特别用蓝色字眼标示起来, 其中有一个习字, 后学又把它放到我们最上面一个地方, 我们可以仔细看得更加清楚一点, 习字是什么意思呢? 好,现在就让我们先静下心来, 好好地来欣赏这个文字, 有没有看出其中的一个意义所在? 好,上面有一个羽毛的羽字, 下面有一个白色的白字, 上跟下组合起来成为这一个席字, 原先下面这个白字是画了一个鸟巢的意思, 如同我们右方右上方这里有个鸟巢, 这鸟巢里面就有这个小鸟, 小鸟当这个从蛋壳里面孵化出来之后, 开始慢慢长大, 会让自己身上的羽毛慢慢地慢慢地豐满起来, 等到羽毛已经长风了之后, 它就会振起它的翅膀, 拍动翅膀, 练习如何能够飞翔, 经由不断地练习, 反复地练习之后, 能够变成非常习惯地自动拍打, 有一天, 白天, 天刚亮, 这时候阳光照射下来, 一片朗朗乾坤, 非常景色, 非常的祥和, 这时候它就振起于马, 翱向宽广的一个天境, 这原先就是这个习制的本意, 当这个小鸟从鸟巢飞离这个鸟巢, 从这个鸟巢飞离的时候, 迈向这个, 飞向这个我们这个天际的时候, 它是不是经由反复地练习, 然后能够让它化为一种习惯的动作, 最后呢, 经由这个习惯呢, 能够飞到天空, 这种非常光亮的天空, 又是在白天, 那这是把自己平时练习呢, 累积的能量, 然后付诸实践, 这其实就是习的本意, 因此后学刚刚在解释这个习制的时候, 透过学业时机, 就有透过这样一个境界, 来呈现分享给各位现在家人, 好, 这就是我们从字面上意义, 从习制本身的一个意义, 再进一步的探讨, 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层之后, 有没有觉得又多得到许多的知识, 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, 好, 就只有这样子吗,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另外一个字, 学而时习之, 如果这个而字呢, 又有其他的意思, 我们想一想, 为什么学跟习, 中间要加了而跟时呢? 如果只有讲学跟习, 不行吗? 学习之, 不亦越乎, 不可以吗? 为什么孔老夫子, 他又多了一个而字, 又多了一个时字呢? 时字刚刚已经有讲过了, 我们接着就来探讨这个而字, 而字呢, 有什么意思? 只有而且的意思吗? 可能不是, 所以有专家学者就透过这样子的分享, 来分析探讨, 因此就提出这样一个理论, 如果这个而字有其他的意思, 是不是也解释得过去呢? 因此呢, 我们把这个而字也稍微放大, 就在我们画面的右方, 右下方这里, 或许把而字稍微再放大一点, 原先这个而字, 它是一个男子的一个面容, 很难想象, 我们就把它稍微用一个具体话来欣赏, 上面有一横, 这一横呢代表天, 现在我们一个男子的一个额头, 天灵盖, 或是说头顶, 头顶天, 所以这一话呢, 它就代表天, 而下面有一个摸字形, 我们注音符号摸字形, 一个框框, 这个框框呢, 其实就代表我们的这个脸, 这个脸颊, 四面, 然后上面, 所以一个框框的一个形式, 那中间又有两撇, 撇下来一个树的一个形式, 下面还收尖, 这是一个男子, 成年之后呢, 身上, 这边, 脸上呢, 长出这个胡须, 那这就是额的一个本意, 而男子呢, 在我们一般的称微里面呢, 又称为钱, 所以在佛堂就很注重这个古理, 称男生, 称为钱道, 称女生, 我们称为坤道, 所以这个额字呢, 它有代表钱, 有代表天的意思, 如果这里, 我们把这个额字呢, 看成天的意思, 会有什么样的解释, 再来, 我们把这个额字, 如果用古文字, 小传字体, 或传术的字体来写出来, 如果有信的家人, 我们可以去稍微查阅一下, 传术的字点, 额字跟天字的小传字体, 是不是就几乎长得一模一样, 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古文字, 孔老不只生长在春秋战国时候, 他们当时所用的文字是大传字体, 其中的额字跟天, 基本上就是雷同, 如果这边的额字代表天,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, 学天时席之, 如果我们学的东西, 都能够符合这些天下的一个道理, 符合天的一个境界, 能够把这个天跟道融合在一起, 那一个广大宽广的天空, 无限的一个领域, 能够探讨到这个境界, 那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, 好,就先分享到这边, 好,接着既然提到孔老不只呢, 孔老不只是有很多, 值得令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些措施, 居番,他就透过第一个, 来让我们民间, 第一个,能够让一般的百姓, 能够受教育, 因为在古时候能够受教育,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, 只有有钱人, 只有这个达官贵族, 只有贵族能够来受到教育, 一般老百姓都没有办法, 基本上所有人都不适智, 因此呢, 他提出了有教无类, 提出了因财师教, 又能够惠人不倦, 因此呢, 也成就他大臣至圣先师, 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, 那也因此呢, 我们感念孔老不只, 今天能够教育到我们, 即使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, 我们能够一样的深受到我们孔老不只的一个教诲, 能够让我们孔老不只批评到, 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受到非常平等的教育, 因此我们进一步也要能够学习到孔老不只, 他因财师教, 透过一个欣赏的角度, 站在对方的一个立场, 我们怎么样来去欣赏这样一个境界呢? 想象一下孔老不只当时有三千弟子, 其中呢, 每一位弟子向孔老不只请教事情的时候, 举凡问道孝, 孝顺的孝, 举凡问道人, 人得了人, 他都每一个人的回答, 对于弟子的回答, 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, 这就是因财师教的一个境界, 针对弟子们的一个特性, 生长的环境, 以及他所能够了解的一个意识, 透过不同的分享, 让我们了解到孔老不只他因财师教, 是能够懂得这位弟子, 能够了解到这个弟子, 进一步又能够欣赏到这个弟子, 因此他才能够达到这种因财师教的境界, 因此如果我们也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, 在体会到别人的心的时候, 我们就能够与人, 就能够得人跟自己能够同心,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的辛劳的时候呢, 就能够得到别人跟自己一样都能够一起来劳动,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的一个疼痛的时候, 然后我们也就能够得到别人跟我们自己都有同样的感觉, 所以说将心比心, 因财师教, 它有相通的一个境界, 因此如果能够对站在对方的异常, 处处的设身处地的一个着想, 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我们孔老夫子因财师教的一个德性, 接着呢我们就来探讨现今一般人最常使用的百元紫钞, 百元紫钞它有什么特性, 如果我们身上有这百元紫钞不妨拿出来看, 当然每个国家的紫钞也就不太一样, 那后学就举凡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经常看到这百元紫钞, 它是一张红色的一个紫钞, 如果今天有个问题问我们, 这百元紫钞上面呢写了些什么? 一般人第一个回应就会写说, 就会讲到说, 上面不就写了一百元吗? 写了百元吗? 可是呢, 如果我们仔细运用我们欣赏的角度来看, 上面呢不仅仅只有写上一百元而已, 它还有我们中华文化很深的一个译彩, 举凡在我们百元钞上面呢, 会先看到我们国父的一个清明的一个照片, 而这清明照片的它的右边呢, 可以看到写了两个字, 叫做伯爱, 伯爱, 这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, 他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, 他的一个状态, 理想境界的一个思想, 代表其中的思想能够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, 能够天下太平大同世界的一个到来, 因此呢, 在伯爱的一个下沉, 又可以隐隐约看到礼运大同篇这一篇文章, 这是出自于我们中华文化非常著名的一本经典, 礼记里面的一篇, 天下为公, 是其中境界最高的一个呈现, 也因此呢, 仅仅只有这百元大钞, 但是呢, 其中所包含的意涵, 意境, 它是无价的宝藏, 想象一下, 如果今天全天下都没有了战争, 都没有了纷乱, 都没有不平, 都没有灾结, 那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百元大钞, 而它又是一个无价的宝藏, 透过欣赏, 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层, 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因此呢, 如果能够顺着时事的转变, 让人能够知道到其中的道理, 道是真, 礼是实, 没有人可以改变, 道的真实, 其实真就在真在灵性, 那礼的实呢, 其实就实在这个佛性, 一切的虚花甲锦呢, 这些虚花甲锦, 即使再美, 再好看, 它有一天都还是会枯萎的, 只有道真理时, 它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, 因此呢, 我们更要能够提升到自己的境界, 让这个道真理时长存在自己的心中, 这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? 好, 那有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, 那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值得自己来欣赏, 又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这一些好东西, 让别人来欣赏呢? 所以能够战胜自己, 欣赏自己, 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一个探讨。 好, 今天时间上已经到了, 所以后学就先分享到这边, 期待下一个分享, 讲得不强烈的地方, 恳请上天慈悲赦罪, 让我们主持人能够加以补充。 最后祝福各位亲爱的家人, 学习尽皆愉快, 法喜充满国家平安。 谢谢大家。